大家好 16号晚间,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到访台湾 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11号表示 已了解到特拉斯是台湾远景金会邀请去的 发现民进党最近一系列对外勾连活动 都是通过该金会操作 中国大陆已对远景金会采取惩戒措施 民进党实质上是在花台湾老百姓纳税的钱 去收买一些下了台的反华政客 到台湾上演以美谋独的闹剧 无论花多少钱,无论怎么折腾 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也撼动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 那么特拉斯是在17号 在台北的军乐酒店发表演讲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特拉斯强调台湾位于自由民主战线的前线 西方必须致力于捍卫自主台湾 并以具体措施与支持 经济上呼吁成立经济北约 以团结方式应对中国 安全上他主张盟国加强协调 并确保台湾能参与防卫政策制定 拥有自卫 你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 那么与会的还有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美国全球妇女议题 大使克力 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 以及远景金会董事长陈唐山 执行长赖仪中 那么特拉斯他的讲话呢 首先呢开场 他表示一直想来台湾 但政府任职期间他受到严格的限制 或许可以说尼克森总统的错吧 特拉斯赞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 自由企业的天堂 但台湾也处于自由的前线 面对中国极权政权与日俱增 各种原因呢 正是因为中国呢 不希望这样的台湾继续存在 台湾人民的生活 比中国的人民过得更好 更自由 更幸福 台湾存在的本身 就是对中国的直接挑战 特拉斯说 他希望借此次访问 提高对台湾地位的认知 也想尽其所能协助保卫台湾继续成功 因为我相信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斗 特拉斯指出 台湾民主活跃 产业蓬勃发展 技术和创新是现代经济的隐形 全球九成先进的芯片来自台湾 台湾周边的航路 对全球商业至关重要 台湾的出口遍及世界 无论是半导体 或是珍珠奶茶 都具备巨大影响力 台湾展现了自由民主 那么也展现了自由自决 对成为一个成功国家的重要性 特拉斯画风一转说 在坦克进入天安门时 香港实施了国安法时 在新疆维吾尔人 与百万人被迫绝育、劳动、拘留时 我们都已经看到自由遭剥夺的可怕后果 我们不能允许这些再发生在台湾 他强调 中国共产党正在与自由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而且与俄罗斯、伊朗、朝鲜联盟 意图支配世界 这是思想之战 有些人会说 我们不想要另一场冷战 但中国已经选择如此 并在成平时期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军 我们唯一的选择是采取行动遏制冲突 那么特拉斯表示 当台湾自由受到威胁 台湾人民会挺身而出 但台湾也需要自由世界盟友的支持 我是盟友之一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 台湾在自由世界拥有很多很多朋友 特拉斯表示 若说欧洲距离太远 而对台湾议题视而不见 是完全不负责任且错误的态度 指的是马克龙在访问中国期间 他发表的言论 因为对台海的封锁或对台湾的进犯 也会破坏欧洲的自由和民主 正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也将破坏太平洋自由民主 最近有位中国驻欧盟外交官 否认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存在的说法 正反映了欧洲与亚洲关联千丝万缕 特拉斯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在俄乌战中扮演角色的质疑 他担忧乌克兰被迫进入某种不公平的解决方案 我不应该让中国在欧洲安全面上发挥影响力 特拉斯强调 所有自由国家都必须致力捍卫自由台湾 并以具体措施与支持 第一在经济上 特拉斯倡议经济被约 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或WTO 已无法确保公平贸易规则的落实 因此需要其他替代方案 如同冷战期间 西方盟国透过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 COCOM 应对苏联 我相信我们要类似的组织 在技术出口贸易投资和面对经济胁迫时 以最佳方法团结应对中国 而且目前已出现一个显尔意见的国家 可以联盟聚在一起做到这一点 就是G7 欧盟 韩国 澳大利亚 等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国家 和其他愿意参与的各方 特拉斯补充贸易协定和 经贸组织也能是维护自由的基石 他乐见英国已加入CPTPP 他呼吁英国与CPTPP的主要成员 如日本和加拿大政府合作 公开迅速支持台湾加入 并阻止中国成为CPTPP一员 第二则是安全层面 特拉斯强调自由民主盟友 需更紧密的合作 已有北约 但特拉斯认为需要更多的协调 尤其是要确保台湾拥有所需的防御能力 并能够保卫自己 若没有硬实力 我们不能假装贺阻有其意 这也是为何奥库斯 GCAP等倡议合作如此重要 他指动许多政策的制定 远未与台湾对话 需要确保台湾驻地代表处也能参与进行这些讨论 面对中国政权的扩张侵略 他强调西方负有集体责任 必须竭尽全力支持像台湾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 还要让中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么特拉斯最后重申 他在此希望直接传达英国人民对台湾人民的声援 台湾是太平洋上的灯塔 是对极权主义的指导 是自由企业的力量 是自由人实现幸福的证明 我们在英国在世界各地将竭尽支持你们 你们的未来就是 会后特拉斯也接受了台湾媒体的采访 特拉斯表示此行是相当好的机会 能够与台湾的政府官员 台湾企业 台湾人民对话 在英国国内 对于台湾及台湾人民的团结相当强劲 而他此行来台 正是期盼了解 如何与台湾进行互动交流 以及如何与盟友携手合作 应对中国的威吓举措 以及经济胁迫行动 特拉斯强调 我们应更进一步 增进与重要盟友之间的经济交流 以确保中国无法霸凌胁迫我们 民主终将获胜 被问及如何看待 北大乡公约组织正计划在日本 东京成立联络办公室 是否可能增加与台湾交流 特拉斯回应 北约过去几年与日本展开重要的合作 许多北约国家也与日本不断深化合作 其中英国与日本最近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 彼此能共同举行军演并共享技术 他期盼未来有更多类似的案例发生 特拉斯指出 北约本质上仍是跨大西洋与欧洲的组织 应有鉴于我们所面临的威胁 作为一个成功的北约 他确信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安排上 确实需要做出更多 因此我们现在有英国、澳大利亚、美国 三方安全伙伴奥库斯 也有四方安全对话 北约在印太区也有了前哨基地 他认为北约在印太区展开更多与台湾 有所接触的安全合作 对于前化安全也至关重要 英国的皇家海军最尖端的航空母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 曾巡航至印太地区 被问及英国在东亚有何角色 如何看待台湾 特拉斯指出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任务 是英国与全球盟友合作的最佳范例 英国与美国、澳大利亚签署了 奥库斯伙伴协议 另也与日本签署了类似的联合军演协议 这都是持续推进 特拉斯也直言 为确保强劲的太平洋地区安全 仍有其他国家的角色比英国还重要 英国当然希望与日本、韩国、澳洲等合作 彼此也正紧密的合作 以确保台湾拥有所需的自卫能力 然而在太平洋联盟里面 有其他国家能扮演更重要角色 英国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北约基本上仍是跨大西洋、欧洲为主的联盟 英国正要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的一份子 这在地理上来说也许是有点唐突 然而这显示了英国期盼与印太区进行相互联系 英国也期望尽其所能的支持印太区内的朋友 不过这仍将由太平洋区的国家自己出面 那对特拉斯在台湾的演讲 英国当地的媒体也批评 苏纳克在特拉斯去年唐金街10号任职49天 对中国发表的强硬言论之后 收回了特拉斯对中国的强硬发言 也改变了他执政时期激进的经济政策 导致金融市场崩溃的错误举动 从那以后 特拉斯一直试图通过一系列海外演讲 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包括在东京、华盛顿 以及周一在哥本、哈根发表演讲 批评者表示 他沉溺于不负责任的好战言论 以保持自己的政治相关性 他的台湾之行是表演性质 特拉斯访问台湾 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本质上他是一个二手手相 实际上已经下台了 在我看来实际上已经过气了 未来英国人也不会再选择他 但是他里面提到 就是冷战 新冷战已经开始 大家可以看 为什么每次冷战这个开始 都是由英国人率先提出 第一次冷战 苏联和北约之间的对抗 也是由英国的首相丘吉尔提出的 在罗马尼 那么现在英国这个卸任首相 他又一次提出 冷战已经开始 为什么英国人这么喜欢冷战 我希望所有的 所有的 咱们中国人 包括台湾人 自己要想一想 为什么英国人这么喜欢冷战 为什么英国要跑到台湾来讲冷战 冷战对英国意味着什么 我之前说过 英国是昂鲁萨克逊国家 那么昂鲁萨克逊国家 需要利用欧亚大陆这种分裂 这种对抗 来保证自己的地位 你们对抗 我来平衡你们 那么你们对抗的越激烈 最好不要发生热战 因为热战会分出胜负 最后会什么 会导致战火烧到英国本土 那么冷战就是最好的结果 不发生热战 但是你们相互之间制裁 相互之间 博弈 我英国就能从中获利 冷战是英国人最喜欢的 热战英国可能跟人一起完蛋 因为现在都有核武器 那么冷战才是最好的 你们不能和好 也不能什么 也不能发生热战 不能互相毁灭 那么冷战符合英国的利益 所以你看英国最喜欢的就是冷战 英国希望利用冷战 达到自己的国家目的 那么你看特拉斯跑到台湾 将冷战 说冷战不可避免 台湾人很高兴 你看远景基金会那帮人跟着一起 要求全世界进入新冷战 围堵中国 中国是集权的 是独裁的 说台湾人过得比大陆人好 我这个觉得很有一些 我去过台湾 我很多年前就去过 那时候我也没觉得台湾过得比我好 这个非常有趣 总认为台湾说自由民主过得比大陆好 你看看台湾那些流浪汉 你看看台湾那些吃不上饭 台湾有太多的问题 英国也好 远景基金会这个好 他从来不告诉台湾真正年轻人 不是什么政治制度 就是什么 就是国 那所有台湾人应该清楚 英国人 包括远景基金会人 这些这么讲 实际上还是复制第一次冷战 用意义形态捆绑你 说大陆怎么都不如西方 然后呢和中国打 二次冷战吗 新冷战吗 那把你捆绑上目的是什么 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吗 你为英国国家利益服务吗 为昂格鲁撒克逊利益买单吗 你跟中国斗吗 你跟中国打吗 你跟中国不能缓和关系吗 然后我英国呢 我昂格鲁撒克逊 我左右平衡 你看这个特拉斯上台的时候 他自己讲 上台的时候他从来不敢 像在台湾这么讲 为什么 美国要获得中国利益 告诉一些盟友 在中国问题上要支持什么 一个中国政策呀 所以他在台上 你看他就不敢讲 开场开了个玩笑吗 尼克松的错 为什么尼克松错 尼克松犯错了 为什么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你是美国的狗吗 主人拉的屎你得吃进去 特拉斯 你是不是给自己开玩笑呢 主人拉的屎你吃进去了 现在拿出来开玩笑 我吃过屎 告诉台湾人 我们吃过屎 尼克松拉了一口屎 我们就得吃这口屎 那你就看懂了 美国在对台政策上 实际上是两手 一手是用台湾 用台独 来削弱中国 来分裂中国 另一手呢 和中国要合作 在台上这些人 他不会讲这些 要和中国合作 他不突破这个底线 在台下呢 他有积极的支持台独 那说白了 美国为什么 为利益嘛 为了利益 英国呢 英国也是为了利益嘛 既然都为了利益 那你讲这些高大上 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哪一个是真正的你们呢 特拉斯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是吃屎那个是自己的 还是不想吃屎那个是自己 想不想你都得吃这口屎啊 台问题不就是个屎吗 你就得吃下去 下了台了 自己二手变二手 首相了 自己跑到台湾 拿自己吃屎这个事 开了个玩笑 台湾自己要想清楚啊 自己要想清楚 你就跟英国 你就跟这个特拉斯这些人 跟他们混最后的结果 另外你跟着美国 变成美国的马仔 变成美国的工具 你们的最后的结果 台湾一定要想清楚 你们对美国 对英国意味着什么 再说回新冷战 我刚才讲过 你一定要有什么 欧亚大陆海洋文明 和大陆文博弈这个世界观 你才能看懂英国在做什么 你才能看懂 昂鲁撒运国家到底想 怎么样碎片化中国 怎么样碎片化俄罗斯 另外北约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你要看懂法国和英国之间 这种竞争的矛盾 法国并不同意英国 要把新冷战赋予整个欧亚大陆 欧洲也要发展 你新冷战会削弱欧洲和中国 同时削弱欧洲和中国 中国和欧洲发生冷战 谁都不联系 谁都不互相合作 最后呢 欧亚大陆停滞 欧亚都不发展 谁得利啊 昂鲁撒克逊嘛 美国嘛 英国嘛 你欧亚大陆 欲磅相争我们才能鱼翁得利 所以在我看来 还是本质上是对欧亚大陆一种限制 一种围堵 那特拉斯呢 他总强调啊 自由民主对抗集权专制 但是特拉斯从不给你解释 为什么欧亚大陆这么多国家都会选择 集权 我之前给大家解释过 为什么 因为你昂鲁撒克逊对欧亚大陆的围堵碎片化 如果我不采取集权专制手段 我就会被碎片化 被分裂 分裂以后 被你合纵连横 就像欧洲 欧洲很难团结 像中东 个个被击破 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你美国的殖民地了 分裂的欧洲 分裂的亚洲 分裂的欧亚大陆 最符合昂鲁撒克逊的利益 那么他就要输送民主 你们自己都纷纷独立 你独立以后 世界被碎片化 我美国 我昂鲁撒克逊 我可以统治你们 你们变成我廉价的收割 收割场所 用美元收割 用战争收割 我美国永远拥有美元霸权 美国永远拥有世界领导力 这也是俄罗斯选择过自由民主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也曾进行民选 民选以后 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最后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差点又解体 普京回来以后 俄罗斯人民知道了 自由民主对俄罗斯不适合 而且俄罗斯选择自由民主 最后只能让俄罗斯继续解体 普京上台以后 稳定住了局势 这就是欧亚大陆 现在为什么你可以看 形成了欧亚大陆的 也可以说 区别于美国的政治制度联盟 这才是本质 实际上美国拥有强权 所以它可以开放 可以自由 为什么 我没有地缘政治争夺 我开放 我就可以对你洗脑 可以对你进行渗透 我强啊 弱的一方才要什么 保护自己才形成什么 极权 大家要理解 欧亚大陆现在是弱的一方 弱势一方 为什么 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美国 现在 中国有一天超过美国的时候 中国就可以开放了 因为我可以对外输出我的意识形态 输出我的想法 所以我必须开放 因为我强 所以我一直在给台湾人解释 给大陆人解释 为什么欧亚大陆 你看形成了意识形态 和美国之间的对抗 本质的还是 昂鲁萨克军对欧亚大陆的围堵 我开放的话 各种各样的思想进来 我不碎片化分裂了吗 那中国分裂成拔块 你说中国怎么崛起 美国合同连横 你刚想发展 马上外来的势力 你像什么印度啊 越南的东南亚 你包括韩国日本 那也对中国觊觎 你说中国能有个稳定环境吗 所以中国必须团结 团结就要代价 代价呢就是不自由 所以我觉得这个英国首相 特拉斯这个水平有限 他现在还只能停留在 旧冷战时期那种意识形态宣传 还用什么自由民主给老百姓洗脑的 我觉得现在还相信 意识形态这种东西的 这都是上个世纪那些老人啊 新的啊 年轻人是不会相信这一套的 年轻人看得更加清楚 因为年轻人把这个世界整个的格局 看得很清楚 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你拿这东西给年轻人洗脑 让他们变成你的工具 这不也是洗脑工具吗 这不也是意识形态战吗 所以你看美国对中国也进行限制 中国对美国也进行限制 然后你说你是自由民主 这非常荒唐 今天说的有点多 特拉斯呢 实际上他这个讲话 不会对欧洲的政治产生任何影响 他已经是二手的了啊 他未来在英国政治生涯 基本上结束了 谁谁再提到特拉斯 就会想到什么 就想到经济崩溃 英镑的崩溃 绝对不会再选他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 政治想法的一个政治 我觉得是个政治素人 他内心里边 他对这些政治势力之间 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方向 他是跟随着主流 希望跟随着主流 来凸显自己的不同 但实际上他并不了解 所以你可以看他用什么 用过时的冷战这种想法 冷战这种思维 到台湾 以为发表几个演讲 全世界就会支持 这是非常 这是非常幼稚的 在我看来这个特拉斯啊 这么大岁数 还这么幼稚啊 英国这个 真的没有什么政治家 真的没有什么战略家 这些政治人物真的很幼稚 连我这个年轻人都不如 我岁数没有特拉斯大 但是我你看我都看懂了 你说你能忽悠到我吗 你能忽悠到中国年轻人吗 你说这些目的 不就是为了你英国的第一吗 王鲁萨克逊的第一吗 我希望台湾年轻人要看懂 他忽悠台湾人的目的是什么 那远景基金会那帮人啊 跟着一起忽悠的 更他妈可笑 都他妈领工资的 说白了 为点钱 你忽悠台湾 台湾最后呢 跟大陆对抗 最后谁买单呢 不害台湾人买单 就你特拉斯说了这么多 你能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吗 你能吗 你不能啊 最后他不也讲了吗 那北约还是欧洲的 亚洲事务还是有什么 还得亚洲人自己来主导吗 说白谁啊 让日本韩国你们上啊 我英国在后面给你加油打气啊 甲午战争别是什么 英国和日本结盟 是吧 包括对对俄 日俄战争别是什么 我英国加油打气 让你们打 谁看不懂啊 你看 特拉斯讲到最后就清楚了 他不会为台湾人去死 大赵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欧亚大陆崛起的 为什么每次我都要这么讲 你只有欧亚大陆世界观 你再面对像特拉斯 像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再像美国这些媒体 给你这意识形态洗脑宣传 你一下就看懂了 他的底层逻辑 他要做什么 他就是要为昂鲁撒克逊服务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昂鲁撒克逊服务 那你就是无敌的 你看完我的频道 你再回过头来 你看他们所有发言 你有免疫力了 你不会被骗了 这就是我这个频道最重要的 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 要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欧亚大陆的崛起 不要上昂鲁撒克逊 上英国 上美国的大 他们一直在对欧亚大陆进行平衡 碎片化 维持自己的霸权 所以你只要有了欧亚大陆的世界观 你永远是无敌